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的学习重点是 我是小诗人 从同诗的赏息一直到同诗的创作 上课前请大家准备 一 国语课本 二 国语习作 三 铅笔和橡皮擦 小朋友 上课咯 请翻开第三课 请你快快地默读一遍 看看这首同诗分成几个小节 上一节课老师教道 每个小节分空一行 请你在分段的地方标上 一 二 三 四 哦 有个聪明的小朋友发现了 老师 我找不到空行 但是我有发现诗被拆成了三页 分别出现在二十 二一跟二十二页 聪明的小朋友 这是个大发现 教科书的编辑很体贴你们 直接帮你们分好了 所以二十页是第一小节 二十一页是第二小节 二十三页当然就是第三小节 还记得上一节课 老师请大家想一想 本课和第二课 花儿的心事有什么相同点 又有什么不同点 你们还记得你们都异口同声的说 这两课都在讲植物的故事 代表大家都认定他们都属于故事类 而故事呢 通常分成哪三个部分 嗯 没错 就是开头 经过和结尾 那现在要请大家在课本上 把属于开头的部分标出来 把经过和结尾也分别标出它的行数 哦 动作块的小朋友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开头的前四行 是属于第一部分 开头 接下去 请问你标对了吗 从叶峰指挥从而伴奏 把它当成是晚会的开场 接下去呢 都是晚会的过程 所以我们标示为经过 至于最后的结尾呢 相信大家一定都标对了 现在我们就把同事的故事画成概念构图 题目是水果门的晚会 依照故事的三部分 分别是开头 经过 结尾 开头通常是故事的场景 会出现的是地点 水果店 时间 午夜12点 晚会的经过是由叶峰指挥从而乐队开场 表演节目出场的是香蕉和凤梨小姐跳高山舞 龙眼先生帮跟头 西瓜和甘蔗眼霜黄 芒果和阳桃鼓掌叫好 结尾的部分是水果们的大合唱 唱出早晨的太阳 请你看着概念构图回答老师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哪一种水果没有上台表演 芒果和阳桃只有鼓掌叫好 他们扮演观众的角色 至于晚会中有乐队 有表演者 又有观众 但少了哪一个角色呢 没错 少了主持人 有同学问 老师高山舞怎么跳 双簧又是怎么演的呢 老师会用接下来的两段影片 回答同学的问题 高山舞通常是原住民的传统节日或祭典时 他们会穿上传统的服装 边唱边跳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表演 小山舞通常是将来的灵魂 闹又是尽量的灵魂 看影片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原住民 跳高山舞的热情和活力呢 高山舞现在也变成是 一般人都可以做的表演节目 老师念小学的时候 也曾经在学校的运动会时 表演了一段大会舞 看完原住民的高山舞表演 接着我们要来看双簧表演 双簧的双就是两个人 通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脸上化了妆 负责表演动作 但不说话 另外一个人呢就躲在她的背后 各位你瞧瞧 她就一拍椅子就不能说话了 全要听我的了 咱先看看她的面部表情怎么样 先表演愤怒 啊 戏死我也 再表演啼哭 哎呦喂呀 我叫我 再表演快乐 哈哈哈哈 真是的 这两位小朋友表演的双簧 是不是让你笑出来了呢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 看其他人的表演 也可以找自己的好朋友 上台演出 看完高山武汉 双簧的表演节目 我们回到作业时间 请翻开国语席作21页 依据课文内容 照着出场先后 写出水果们晚会的流程 我想小朋友可以根据前面的概念构图 自己回家完成这项作业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本课程最精彩的部分 想想看 杨幻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让平凡的句子变成施的语言 杨幻的第一道魔法是 想象加视觉摩写 视觉摩写是把眼睛看到的物品 用文字描写出来 通常我们一般人写的句子是短短的 例如窗外的页 我们会把句子短句加长 加上颜色 变成窗外的黑页 杨幻呢 施了另外一个魔法 他是用物品加上颜色 所以他的诗句是 窗外流动着宝石蓝色的页 用宝石来形容蓝色 宝石呢 是有光芒会闪烁的 所以呢 这个句子会让我们联想到 窗外的夜色呢 有着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所以是不是非常有画面呢 现在我们已经学到了杨幻的魔法 所以我们可以造出 珍珠白水泥灰的颜色 杨幻的第二道魔法是 颜色视觉摩写进阶版 我们就来看看杨幻如何形容月光 请看 肉斗里杨幻放入了具体物 一样和颜色 看看会变出什么 牛奶一样白的月光 刚刚我们学到具体物加颜色 会变成牛奶白的月光 杨幻不想要重复 所以呢 他改变了句型 加入一样两个字 变成牛奶一样白的月光 诗人毕竟是诗人 他不想用一个普通名词 牛奶 所以他换了另外一个同意词 叫做牛乳 所以我们就读到杨幻的诗句是 屋子里流进来牛乳一样白的月光 现在换你小事伸手 什么一样红的脸颊 第一个联想是 苹果一样红的脸颊 有人想到的是 火焰一样红的脸颊 再试试第二道题目 什么一样黑的绣发 芝麻一样黑的绣发 有人造的是 臭水沟一样黑的绣发 哦 一听到臭水沟 这一头头发感觉又黑又臭 应该没有人想要这么做 好 请你拿出国语习作 打开23页 用刚刚练习的句型呢 看图完成句子 除了前面介绍的颜色的视觉 磨写之外 杨幻还有什么魔法呢 杨幻的第三道魔法是 类叠 字 词 句 重复出现的修词 我们以水果门的晚会 来做举例说明 字的重复出现是 一起遗落 怪模怪样 词的重复出现是 不停的叫好 不停的鼓掌 句子的重复则是 他们唱醒了沉睡者的夜 他们唱醒了沉睡者的云彩 这就是内叠的字词句重复出现 是不是让我们朗读起来 更有韵律感 压轴登场的是杨幻的终极武器 拟人法 拟人法是把物想象成人 像人一样说话 做动作 有感情 有思想 我们来看看这首同诗 有哪些诗句是属于拟人修词 老师会先念出拟人法的诗句 再强调拟人的部分 水果们的晚会 晚会 水果们都一起醒过来 夜风指挥 从儿们的乐队来伴奏 指挥伴奏 香蕉和凤梨小姐的高山舞 高山舞 龙眼先生们来翻跟头 先生 翻跟头 西瓜和甘蔗可真滑稽 滑稽 眼霜黄 芒果和杨桃只会笑 笑 不停地叫好 不停地鼓掌 叫好 鼓掌 这些就是拟人法的诗句 接下来你发现到了吗 晚会登场的水果 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香蕉 凤梨 龙眼 西瓜 和芒果 杨桃 而不是进口的奇异果 樱桃 这些台湾水果 你吃过几种 是不是香甜又美味 如果你是晚会的主持人 你会邀请哪些水果到你的晚会 又会请他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们再来看看杨幻的终极武器 拟人法 在第三小节又是怎么样的呈现呢 老师一样 先念拟人法的诗句 再强调拟人的部分 闹瓦笑瓦的真高兴 闹笑高兴 水果们的大合唱 合唱 唱醒了沉睡着的夜 唱醒 沉睡 唱醒了沉睡着的云彩 唱醒 沉睡 唱来了美丽的早晨 唱来 唱出了美丽的早晨的太阳 唱出 你是不是发现到了 几乎整首同诗 都是拟人法 其实杨幻在结尾还隐藏了一份巧思 水果们的大合唱 创造了一个充满欢笑的世界 他们以歌声驱走了漫漫长夜 带来云彩的色泽变化 还把早晨和太阳都唱出来了 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 晚会已渐渐进入尾声 哦 不 老师陶醉在水果们的晚会 其实我要说的是 本节课已渐渐进入尾声 话说练武功如果光说不练 是学不到真功夫的 现在就换你大显身手 我们来个同诗仿座 同诗的主题很多元 除了课本中提到的水果之外 还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回想你看过的迪士尼卡通 玩具总动员 当小主人安迪睡着以后 玩具胡迪和巴斯光年就活了过来 你也可以回想你看过的博物馆精魂叶 一共有三级哦 当博物馆的保全巡逻过后 博物馆陈列的美国罗斯福总统蜡像 古埃及的法老王穆乃伊 还有卷尾猴的标本 西部牛仔模型就全活了过来 开始说话走动 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水果们的晚会 至于题目的部分 你可以自定 也可以向老师的举例 文具总动员 玩具同乐会 动物园派对 当你动手写作的时候 老师先提醒三件事 第一个你可以仿造课本的故事三段结构 分别是开头经过和结尾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本节课教的洋幻魔法用出来 洋幻使用了颜色视觉模写 还使用了字词句的类别 最重要的是它的终极武器 拟人法 请你通通用出来 最重要的是 加入你个人的想象 为你的同师 注入趣味性 相信这么做 一定能写出好的同师 老师期待各位的作品 这节课我们有三个学习重点 第一个是同师的赏息 第二个大家学会诗的语言 第三自己动手创作同师 下节课我们要上的是 第四课冬日吃螺火 这一页呈现的是本课的资料来源 如果小朋友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搜寻观看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期待下次见 来 Innen beneficial 台湾 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